各位早上,歡迎收看這節的即市功能 我是林梓彤,先和大家跟進港股最新的走勢 見到港股今早都是跟隨外圍股市向下 一開始已經要跌過百點 現在跌勢持續,不過跌幅收窄 恆指最新跌88點25372點水平 國企指數方面跌68點10277點 大市成交到這個中數236億多 這節我們請來Arnold跟我們分析一下 Hello,Arnold早安 是指導早安 這節我們又說說一些航運股 見到今天這個板塊受到中遠海洪發營起大動 整個板塊逆時都是炒上去 先說說中遠海洪對業績的預期 公司估計半年的業績將會由規轉型 預料今年上半年將會錄得淨利潤 大約是18億5千萬人民幣 公司就說業績好轉 主要是因為集裝商航運市場回暖 平均運價也是比去年同期有個上升的勢頭在 其實第一季通常都是航運業的淡季 但上半年的業績都算是應該交到功課 聽起來整個航運業整個大環境的基本狀況都有些改善 是否可以衝敬航運股 即是中期業績都會有一個很明顯的改善 看回今次中遠海洪 預料其實都在反映整個航運業會有好轉的跡象 說到營起固然重要 由規轉營 但最重要你會留意 看回第一季度 中遠海洪 其實第一季度只是規轉營賺的2.7億元人民幣左右 如果說中期業績 盈利上大幅上升到18億元人民幣 即是反映第二季 比第一季仍然有持續改善的跡象 歸置性因素固然重要 但最重要 其實現階段看回這些航運股 最重要的因素都是說運價上升相關的因素 運價上升幫助到整體現行運公司 會做一宗生業 不再需要虧錢等等 而最重要就是說運價上升 都是說運力過剩的問題 有機會在今年2017年 有見到一個改善 或是見到一個好轉勢頭 這是一個很關鍵的因素 始終看回到 運力過剩的問題 持續困擾整個市場 一段比較長的時間 很多的航運公司 過去幾年不斷地去拆船 買一些新的大型船隻等等 預料回到 未來之前這些相關的動作 今年2017年 預料開始見到成效在 而形起正正在扶持 這個相關的動作 另一方面留意 始終今年2017年市場的焦點 都是看環球經濟復甦上 始終說環球經濟復甦 對全球航運業的需求 怎麽都會有幫助 所以如果未來來說 在需求有回升的情況 而整體運力的情況 又能夠控制到 我覺得航運業的確在今年來說 是有條件這麽提高的線 這次的營業 你也提到 集裝商的航運業務 平均運價 你剛才也提到 比去年同期有個上升的情況 貨運量亦比去年同期 增長超過3.4% 其實接下來就是旺季 運價和貨運量 是不是都有進一步增長呢 其實看回未來的旺季 或者未來這段時間 運費能不能夠持續上升 都是看回運力過剩的相關問題 其實運力過剩的問題 之前提及到 過去幾年來 船公司不斷拆小的 可能小隻或者舊的船隻等等 都令到整體的供應量 或者運力方面 開始有一個喘滴 或者控制到的跡象 其實現階段最關鍵的因素 是看回環球經濟方面 特別在需求方面 能不能夠再進一步上升 看看傳統的旺季 會不會整體而言 出現到有個供不應求的情況 這個會是一個比較關鍵的因素 而看回一些經濟數據上面的表現 特別看到 在昨晚美國出的一些貿易數據 看到美國的出口量 創了幾年來最高的水平 說著貿易數據 其實無論見到進出口 不單止只是美國 中國等等 都看到有個雙位數字的增長 今年來說 全球的貿易狀況 是看到有一個改善 而同樣地你說歐洲的經濟狀況 參考一些製造業 PMI 的數據上面 都看到歐洲的情況 甚至說有些製造業 有些工廠 產能去到一個樽頸位 即是說正體而言 同樣地有個供不應求的情況 未來預料來說 一些歐洲的工業狀況 有機會可能加大產量等等 所以有機會提升到全球的運力需求 所以在後市來說 我覺得航運業特別的運價方面 無論是集裝商也好 或者說乾散貨方面 即波羅的海乾散貨指數也好 我覺得後市來說 運費方面 是有一個上升的空間 正如你想說 美國和歐洲那邊的消費者信心 或者經濟狀況 都是持續改善 亦都有一個復甦的狀態 其實過去兩年 都是一個全球的航運業的低谷 韓國方面 之前亦都有一個最大的海運公司 宣布破均 其實現在是不是這個行業 可以完全擺脫之前的劣勢 可以進一步有個復甦的勢頭 行業是否真的正式復甦 未來有一個很強勁的增長勢頭 現階段仍然而言之常做 即是情況有一個好轉作的跡象 但是留意整個行業 今年 在過去幾年來說 都有很多整合的動作 包括之前說的中遠洋等等 將所有公司重組好之後 將所有的業務不同 再重新定位 很多航運公司 都將其旗下的子公司 或者相關的資產整合等等 都有這些相關的動作在 東方海外316 也都看到近期來講 有些相關的消息 傳出可能有機會出售資產等等 整體的航運業 一些龍頭的公司 是比較多這些的整合動作在 其實預料就是反映 公司對後市的前景 看法是開始有條件 看法好一點點 始終我覺得最重要的 環球經濟復甦這個因素 是非常之重要的 但是看回到 始終留意現階段環球經濟復甦的 勢托是明顯的 但要留意在短期後市來說 好像近期有些消息說 一些央行未來收緊貨幣政策 會不會影響經濟復甦的步伐 這會是一個關鍵的因素 但是我覺得在這一方面看回 我覺得影響性 又真的未必太過大 所以投資者對於航運板塊來說 是有條件這樣提高的 好 阿文你也提到航運板塊 也有一些養企 重組合併的一些概念 詳細一點說回 其實之前也有些消息說 中遠集團和中國海運集團 都是計劃把旗下 合共11個造船奧合併的 另外之前也有傳過 你剛才也有提過 董建華家族旗下的東方海外 可能會有一個賣盤的動作 其實這些航運公司合併重組 可以帶來幾大的一個協同效應 還有航運板塊 有沒有機會再借這些消息再炒 航運板塊其實借這些消息去炒 我覺得相對比較困難 因為跟之前不同 講過一年前 無論是1919 或者是東方海外 在未有這些消息出來之前 講到估值相對比較低 七人市場率可能是一倍左右 甚至是一倍以下 如果有這些消息 的確能夠提振到股價 但是要留意現階段 由於全球經濟復甦的勢頭相對比較明顯 看回首季業績 甚至今次發了盈氣的中期業績預料 還好一點後 這些航運股 現階段的估值 已經有個大幅提升的跡象 所以進一步再刺激的空間 我覺得就未必太大 看回中遠海控 現階段的市場率是1.7倍PB 說真的一點都不便宜 所以再依賴重組合併這些消息 去刺激航運股 我覺得相對地比較困難 反而未來的焦點 真是看回他們的營利能力 那一方面的表現 合併重組 可不可以幫助一些航運公司 或者一些物流公司 有一個耳駕的能力 在運費方面 可以有較大的彈性 如果單以合併重組 這些是有困難的 因為始終運費的定價能力 看回船隻的數目 或者整體營運的過程的情況 所以未來關鍵的因素 我覺得真的要看回需求那一方面的表現 因為在船隻的供應量上 過去幾年要做的事已經做得七七八八了 未來來說再進一步拆的船隻 未必真的能夠看到 因為現階段的確看到的需求 有明顯的增長在 都未必再需要不斷拆船隻 去解決運力過剩的情況在 所以最關鍵之處 未來來說是看回需求那一方面的表現 而看回需求那一方面的表現 如果留意近期的走勢上 一些商品價格 開始在高位上有個回落 整固的跡象 所以近期你也會看到 一些做干散貨的 好像太平洋航運 走勢會相對比較悶一點 反而大家會預料 未來一些集裝商的旺季來臨 也看到集裝商的整體營 一些運費仍然有持續上升的情況 環球經濟復甦 始終對集裝商來說 都會有個幫助在這裏 始終正突然 社會的需求 或者對於很多相關的產品 有一定的刺激作用在這裏 所以我覺得短期來說 的確會建議大家留意 1919、316這些做集裝商為主的 航運公司會相對比較好一點 好 講到需求方面 中央其實都積極推動一帶一路的政策 不過這一個比較長遠的一些規劃 對航運或者物流板塊 現在的受惠暫時可以有多大呢 其實一帶一路的幫助性真的不大 因為一帶一路主要是做一些 可能在絲綢之路上 陸上的交通 相關的配套機建設施 其實航運業現階段 最大的炒作焦點 都是說的 特別看到內地 去一些歐美的路線 運費有個大幅上升的跡象 因為過去幾年航運業 如果說一些短途的航線 整體現亞太區的航線 整體表現是不差的 因為始終亞太區特別一些新興市場上 經濟仍然有個理想的表現在 但是一直以來最大拖累航運業的 都是一些長遠的海外路線 包括歐美路線等等 特別歐洲路線上 隨著歐洲的經濟比較低迷 運費價格相對比較疲弱 基本上航運公司是做一宗試一宗的 但是現階段 始終講大前提焦點 都是講歐洲經濟復甦 這個相關因素在 所以我覺得利亞最重要 未來來說 看一些歐洲經濟數據 包括PMI方面 如果未來歐洲製造業 仍然是有持續改善的跡象在 我相信整體而言 這些航運股 是有條件可以繼續提高的 如果是這樣 整個航運版法 部署上面的策略是怎樣 首選哪一種 暫時建議順勢會選一隻1919 因為始終看見公司發了一個型氣 盈利能力的確是可觀 之前提及到 雖然1919的視像率 是相對比較高一點 升到1.7倍左右的位置 但是見到公司的盈利能力 真的有持續改善的跡象在 中期業績 有18億元的人物貸在 預料未來來說 特別在旺季上 有一個持續改善的空間 最重要的是現階段 始終因為一些商品價格 暫時未見到的升勢 所以說一些干散貨 好像太平洋航運 未必有太大操作空間 所以我建議順勢選一隻1919 如果你看看技術走勢 固然看到今天有個急升的跡象 但是這次的型氣正正反映公司 盈利能力大幅改善 前景是有條件提好 所以我覺得如果股價有機會落下 4元這些水平 我覺得可以純粹追入 4元這些位置買入 我建議看到4.8元這些水平 至於指示位 會留意50天線 大概是3.5元這些位置 暫時的升幅都有超過一成 今天的高位是4.8元這些位置 這次和Anno談到這裏 有沒有持有上述的股份 也沒有持有的 回到即使攻略這個環節 再提醒大家 如果有任何股票上的問題 可以打來204-6566 問一下專家的意見 這節繼續有Anno和我們談談 Anno 你好 嗨 志通 你好 這節我們先接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有張小姐在 張小姐 你好 早安 想問哪隻股份 我可以問637 有沒有貨的 沒有貨的 沒有貨的 好啊 好啊 先看看海通 今天跌了1% 下半年 整個勸箱板塊 前景又如何呢 A股方面看不看好呢 其實你說捐箱股 我覺得分別真的不大 只要你買這些大型的捐箱股 基本上都會比較穩健 現階段純粹薄 它的股價落後 有一個反彈空間在 因為近期A股 你看到洗頭表現都不差 但留意一下 雖然A股持續上升 但整體現 內地的成交金額 都仍然是比較低米的 所以現階段 純粹薄它的股積落後 有一個反彈空間在 但預料一下 反彈幅度 都不會太大 以6837 部署策略上面 從圖表走在上面 現階段純粹薄它 不穿12元這些支持位 所以這些水平 做部署沒有什麼問題 以12元作為一個止洩位 有貨的都是以12元作為止洩位 肉中線持有 至於反彈目標 其實我還是看之前的頂部 但還是看13.3 這些位置 如果不拼勸雙股的話 下半年選股的時候 可以選什麼版塊 如果在選股上面 我都建議選一些 經濟敏感度相對較高的版塊 包括一些有色金屬版塊 一些資源股 像水泥股等等 甚至上節提及到的 一些行運股 這些位置都可以盡力去更進 好 張小姐有沒有其他問題 我想問941 是 中二棟 有沒有貨的 有貨 多少錢買入 82.1 82.1 好 問一下部署怎樣做 中二棟 不過都創了一個月 新低80元這些水平 可以怎樣部署呢 拿著才有些耐性 又是否合適的策略呢 中二棟這些位置 我未必建議你去減持住 但是勢頭的確是相對比較差 最關鍵的因素 看回中期業績那一方面的表現 預料份去到8月份 才會有些相關的消息 近期有些券商提及到 說未來內地 可能來今要發展5G 這些電訊商 可能資本開支會再次增加 這是一個風險因素 但是在他們發展5G之前 我預料到今次的中期業績 未必是太過差 內地的數據用量 真的有急劇上升的跡象 我始終相信這些電訊商 包括中二動在內的阿布 有條件再進一步上升 而今次中期業績在派息方面 我覺得仍然有一定的衝勁在 所以我會建議繼續拿著下去 這些位置我覺得值得繼續中線持有 我會建議途表走勢上面 同樣以80元做指洩位 今天試過見到80元這些水平 但我覺得後市正式跌穿80元的機會 就不是太過大 甚至短期後市 有機會出現一個技術反彈 我會建議以80元做指洩位 至於反彈目標 其實我會建議有條件 再看回到87元這些水平 多謝張小姐的電話 亦希望可以解答到你的問題 電話旁邊有陸先生 陸先生你好 你好 我想問一隻41 有沒有課 7-7-8 我看到報告說 7-7-8想承受浪澳的遺留 如果兩隻進入的話 哪隻較好 Arnold怎樣看呢 近期浪澳方面 都有些出色的動作 如果兩隻 41號和2778選擇 可以選哪隻 其實相關的因素 已經反映了一大部份 所以我覺得 如果純粹博這個因素 其實2778 我覺得就是冠軍產業 相對地有比較大的優勢 因為始終是英軍集脫 特別是地產業務集團來說 雖然出售資產可以釋放價值 但是 始終我覺得 一些防地產信托 現階段來說 防守性會相對比較強 甚至出售資產 對它來說 會有些派特別息 相關的衝勁 所以如果在這些位置 如果順勢要去博 我會選擇2778 如果從圖表走勢上面 我覺得這些水平 大約在5.3樓下 是可以順勢去買入 5.3樓下買 以5元做一個止攝位 後市目標 我會建議看到6元這些水平額 嗯 多謝綠先生的電話 綠先生有沒有其他問題 好啊 多謝你的電話 電話旁邊還有何小姐在等 何小姐你好 你好 兩位早晨 早晨 我想問一下2840 我未有貨的 想問一下多少錢買 嗯 還有如果愛妮 看得長 長渣少少 這件好符呢 嗯 好啊 這當然是鎖馬米基金 追蹤金價的表現 可能金價的敏感度比較高少少 可能這一類型的ETF 可以怎樣部署 其實我看得比較負面少少 始終近期市場的焦點 都是地緣政治風險升溫 包括各樣北韓局勢 對啦 仍然是比較動盪 但其實你見到國際金價 都沒有因為這個消息 而有個上升的跡象在 始終市場的焦點 都是看回到 環球的央行 有機會做一些加息的部署 聯儲局 亦都會準備 接下來做縮表 在縮表方面 可能短期來說 特別看今晚的飛龍就業數據 會有個明確的方向在 所以都擔心短期來說 金價後市來說 可能你說整體現 可能有個滿局在 未必說預料 有個很深的調整幅度在 但是長線投資 暫時看直播率 就未必說太吸引 如果你是對240 這個ETF 再看股價的走勢 都相對比較弱 如果跌穿5月份的低位 大約是在904元這些水平 其實股價有機會 純粹示範 880元 890元這些水平 所以就算拿來做長線的部署 我都會建議 落回900元以下這些位置 才去考慮 何小姐有沒有其他問題 有啊 我想問一下 我剛剛放了4.3 3.3.3.3 我想問一下 哪個位置可以買回來呢 但是恆大升了很多 還想再買回來 看看恆大 現在暫時跌2%下來 看看恆大有沒有再上升的空間 其實我覺得短期來說 恆大有機會調整 所以我覺得不需要這麼急去追回 也都見到近期內地 一些資金 是有追捧內房股 但是追逐一些 可能3.4線 比較落後的內房股 其實恆大之前的股價升這麼多 最主要市場衝進回來 未來在中期業績 它們的NAV 會有機會上升 因為國安節有些的入股 相關的出售股份的方案在 的確是會有利恆大未來來 減債這些相關的動作在 但是之前升了這麼多 這些因素反映了一大部分 所以暫時說 我會建議後去股價調整 我覺得後市有機會 就是4.13.5這些水平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要買 我建議等它落到14元這些水平 才去買這隻股份 14元位置買 望回16元這些水平 就2.13.5 還有一個自施位 好 何小姐可能給多一點耐性 多謝你的電話 電話旁邊還有一位林先生 林先生你好 喂 早晨兩位 早晨 那隻猴仔 長和 100元就剛剛有貨 要回到家鄉 嗯 好啊 今天這隻長和 都是跌了不夠 96.9% 跟家鄉不是差太遠 有沒有機會回到家鄉的策略 又應該怎樣做呢 長和短期來說 我估計會比較悶少少 但是始終 經常提及到 這間公司很受惠 歐洲經濟服訴 這個相關的因素 始終 歐洲經濟真是明顯地改善了 都是說 在今年的第二季 可能五六月份 才開始有個比較明確的因素 或者明確的表現 看到 雖然在業績上面 也未必充分地反映這個因素上面 但我覺得 長和份中期業績 都有條件去看一看好 所以我會建議繼續拿著 看中期業績 可能八月左右的位置才能夠見到 如果你看回技術走勢上面 我覺得短期來說 再跌穿九十六元的機會 就不是太大 不穿九十六元 我建議繼續拿著 後市來說 我覺得仍然有條件 看看一八零五元的水壁 好啊 林先生有沒有其他問題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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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元 那83元有貨的 中電 這些股份 是否是 部署策略應該怎麼做呢 始終現階段環球央行 加息或者聯儲局縮表這些因素 對公用股來說 是構成一個負面的因素 因為始終市場在擔心這些公用股 會否說派息不足 息率的吸引力減少 這是一個負面因素 因為始終在現階段 焦點看環球經濟復甦上面 之前提及到 選股份會建議選一些經濟敏感度相對較高的股份 資金可能會繼續流入這些相關的板塊上面 相對地這些防守性較高的股份 就未必說會有太大的炒作空間 所以說有沒有機會上升85元 其實我都覺得不是很肯定 暫時來說部主策略 會建議有貨的嚴守81元這些止洩位 如果穿了81元我建議止洩離場 至於後市有機會反彈到83元 我都建議先行付出這場 多謝林先生的電話 電話旁邊還有邱小姐 邱小姐你好 兩位主持早晨 早晨 想問哪一隻 我想請問兩隻股票 是 想請問二三一八平保 第一就除淨 除淨時間價位會低一點 買的時間應該怎樣部署 還有一隻港氣二二三八 我想請問目標有沒有機會到18元 如果沒有貨哪一位買呢 請問多謝行不行 好啊你再說吧 5號匯豐也沒有貨 請問兩位 請問如何部署 請問兩位 好啊 先講二三八平保 部署策略應該怎樣做呢 平保 如果後退去除淨之後 其實我覺得這些水平 其實平保都可以去考慮 因為始終講平保 價位 所以看回部署策略 有機會見到53元這些水平 我會建議53元這些位置去買 53元這些位置去買 那53元這些位置去買 那就看回60元這些水平 我會建議移到50元做一個置設位 好啊 到廣氣了 看到真的都升了很多 這個版塊 還是不是值得追入呢 現在 有沒有機會見到18元這些水平 其實你說見到廣氣 其實現階段的市盈率 又不算是非常之高 大概是14.3倍PE 左右 如果它要見到18元這些位置 其實估值提升到16倍PE 有機會已經見到 其實看回頭六個月 他們的汽車銷量 的確有個理想的表現在 所以我覺得短期後市 其實有機會見到18元這些水平 這些位置 我覺得可以順勢追入去搏一搏 我覺得中期業績表現 就關注建議看回毛利率的表現 但由於SUV的銷售戰備 真的大幅提升 說今年廣氣的新車銷售表現 都是理想 所以我覺得 有條件看好的 如果從圖表走勢上面看 如果有機會落到15.4這些水平 我建議可以去買 15.4這些位置買 就移回10天線 大約是14.4做止攝位 目標 看到18元這些水平 好 優小姐還問回控 回控的策略應該怎樣 始終我覺得回控這些位置 可以去留意 因為我覺得後市調整空間 不會太大 73元以下這些水平 建議大家去買 因為始終說現階段的焦點 始終說是環球張行加息 特別說 英國如果接下來都跟隨著加息 對匯控有一個很大的幫助 所以我覺得 短期來說 匯控的基本因素仍然是弱 而且在中期業績上面 在回購股票或者派息方面 仍然有機會有驚喜 所以我建議73元以下這些水平 就去買 以70元作為一個止攝位 目標 我建議暫時來說 希望去到80元流上這些水平 好 謝謝Siano 詳細分析 有沒有持有以上提及股份 也沒有持有的 謝謝Siano 稍後回來 我們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我們稍後回來再見 謝謝Siano